愿主与你们统在 与你的心灵统在 公读甚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要从父那里 给你们派遣一位父位者 就是发自父的真理之神 他来到的时候 必要为我作证 你们也要为我作证 因为你们从开始 就和我在一起 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承担 等到那一位真理之神来了 他要指引你们明白一切真理 他不凭自己说话 而是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 并且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我所领受的 告诉你们 付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所以我才说 所以我才说 他要把我 他要把从我领受的 告诉你们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弟兄姐妹们 你们有多久没有去上药理课 你们作为教友很久 我相信只有灵洗的时候 之前木道班 你会上药理课 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也不会主动的去听药理课程 我说的对不对 对 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 默认 所以今天一开始 神会要给你们一点点的药理课程 天主圣神是谁 自己给自己答案 天主圣神是谁 教会的答案很简单 天主圣神 是天主圣三第三位 就是圣神 清楚吗 也就是说位居于圣三的第三位 就是圣神 所以其他两位是谁 知道吧 天主圣父及圣子 所以我们叫三位一体 三个位格 但是指定的是只有一个天主 所以圣神 圣父及圣子 他们是一起 永存的 所以圣神是什么呢 圣神按照教会的教导 他赐予生命者 他给予我们生命 圣神 圣神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 知道吗 不知道也没关系 神父要分享一个 我对圣神的第一个认识 大家一定要认识 我分享我的第一个 对圣神的认识 就是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就听到这么一句话 天主圣神在水面上运行 那个时候天主要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一片混沌 乱七八糟 对吧 乱七八糟 然后天主要开始给这个世界定位 给他一切有秩序 所以他说到了这一句话 天主的圣神在水面上运行 原来圣神不是后来才有的 并不是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 听到了圣神要来临了 那个时候才有圣神的 不是的 在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圣神就存在了 他早就存在了 他是跟天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他是属于天父的神能 他是天父 他是属于天父的一部分 也是属于天父的本身 而这个圣神在天父内 他是一个爱的意志能力 爱的意志能力 意味着什么 天父我要做什么 圣神听到了天父要做什么 他的爱的意志就会去成就天主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天主说 我要光 圣神就开始启动 光就出现了 我要把天跟地分开 圣神听到了天主的旨意 他爱的意志就启动了 就把天地分开了 所以 这就是圣神 这就是圣神 天主 爱的意志 所以 有了爱的意志 才会有动工 这是我对 圣神的第一次认识 我再次认识圣神的时候 就在新约了 新约里面曾经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天使加杯恶奉天主差遣 所以天使找到了玛利亚 对玛利亚说了这么一句话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逼因你 因此 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所以在这福音中 我了解了 我明白了 人的生命 原来是天主 借着圣神赋予了生命 耶稣基督是人 因为圣神赋予了他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赋予了圣神在我们的生命内 所以你知道吗 你心中是有圣神的 没有圣神 我们今天不可能成为天主最爱的孩子 所以圣神 圣神起初创造就在了 更何况这个创造 完成了天主最具有爱的创造 就是创造了我们每一个 创造了人类 我们人类跟他其他不一样的东西是 天主虚了一口气给大地 大地焕然一新 但是对人 对人我们吹一口气 进入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拥有了天主 最美的创造就是人类 所以你看我们在万物当中 人类是值得骄傲的 因为我们拥有圣神在我们内 独特的那一口气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天主的创作里面最完美存在的就是人类 弟兄姐妹们 然而我要说的最完美的不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都一直很在乎我们的肉体要很美 肉体要很美 要完整 要perfect 但是今天天主说 我给你们那一口气并不是让你的肉体完美 我那一口气给你是让你的灵魂变得美丽 所以圣神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创造我们的身体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给我们灵魂 而天主给我们灵魂那一口气让我们变得美丽无比 这一口气才是天主要的 身体可以离开 身体可以不美 但是灵魂不可以不美 灵魂一定要美丽 所以那一口气是什么 那一口气就是圣神的本能 圣神的本能就是爱 所以那一口气进入圣神里面给了我们爱的能力 听清楚每一个人都有爱的能力 因为你们心中天主给了我们圣神 不要说神父我没有办法去爱 不要说神父我没有办法去爱 因为你已经有圣神了 没有办法去爱的原因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天主给耶稣基督爱 耶稣基督分享他的爱给我们 把圣神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拥有爱的能力 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天主最佳的工具 去照顾天主万物 只有爱的人才可以照顾 就比如你在家里你要照顾孩子 没有爱你是没有办法照顾孩子的 我们人一定要有爱 因为天主给我们就是爱的能力 没有爱你不可能存活下来 没有爱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 没有爱你不可能为他人付出 为你家人付出 所以爱因为爱成为我们天主最佳的工具 来照顾所有的万物万有 所以不要把心思太多放在肉体 而是要放在我们的心神 我们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灵魂里面住着圣神 所以耶稣基督来人世间 拯救的是我们的灵魂 不是拯救我们的肉体 这是我第二次对圣神的认识 在教会不能不谈到保禄是怎么认识圣神的 保禄是怎么了解圣神的 保禄的眼中的圣神 在自罗马人书中他提到天主的爱 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 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所以看保禄再次确认 弟兄姐妹们 你们心中天主早就赐给你们圣神了 已经倾注在你们心中了 所以我们该怎么样用我们的圣神 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告诉大家两个重要的信仰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什么 我们不是只有肉体 我们是属灵的 因为我们里面有灵魂 而我们的灵魂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有圣神 天主给我们那一口气的圣神 天主圣神在我们内 所以我们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有比其他的动物更有大的能力 就是有爱的能力 我告诉你我们都有爱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觉得爱这件事情好难 我可以问每一个人你们觉得最难的就是爱 常常觉得爱这件事情好难 很痛苦 很痛苦 今天了解一个真理 如果你知道你心中有圣神 我们知道爱的能力是来自圣神 我们不能够爱是因为我们没有启动心中的圣神 所以我们爱得很辛苦 我们爱得很痛苦 我们很难去爱 是因为你没有启动你心中的圣神 如果我们要有爱的能力 一定要开启你心中的圣神 如何开启 如何开启 我们的答案是 神父要问你们 你爱耶稣基督吗 你爱天主吗 你爱他们爱了多少 爱了多少 你愿意为他奉献多少 你愿意为他服务多少 你愿意为他尽多少 能力量来改变自己 所以你爱耶稣基督 爱天主决定你的圣神多个少 你的果实圣神的果实是否丰收 一个没办法爱的人 就代表说他心中的圣神还没启动 一个能够有爱的人 因为他启动了心中的圣神 一个爱天主多的人 爱天主耶稣基督多的人 一定会有圣神充满你 你就发现到你爱的能力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问问自己 你爱天主爱了多少 爱耶稣基督爱了多少 这决定你的圣神有没有被开启 第二 我们的生命是对真理的认识 我们生命的认识 不是单从书本的认识 而不是单靠头脑的理解 而是要靠耶稣基督 他才是我们成全生命的真理所在 所以圣神是真理之神 圣神明白一个我们大家都不明白的道理 就是什么 圣神知道我们人爱的能力都有限 每一个人爱的能力都有限的 我们对爱的了解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智慧跟爱的真理 不是一般世俗的爱 情欲的爱 而是在基督内我们才拥有这个属灵的爱 我们基督徒谈的是属灵的爱 不是一般的情欲的爱 所以圣神是一个爱的动力 我举一个例子 我谈了教会的教导 谈了保路的了解 现在神父要跟你分享我对圣神本身的体验 我第一次写关于圣神的论文的时候 要考试后 神父不容易 我要当神父是要经过很多的考试 第一次考圣神的考试的时候 所以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回答的 我说我有一次经验 就是我父亲过世了 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 我就连夜的买了机票赶回去 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望着在棺木躺着的过世的父亲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 我非常非常相似我过去的父亲 在我生命当中 从来不觉得我跟我的父亲很相像 不是容貌的相像 我的容貌 一看了我的容貌 就知道我是像我妈妈 但是我看到棺木里面的父亲的时候 我心中泛起的那一份惊叹 原来我父亲所有他的德性 其实都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以前从来没看到 一直到我看到棺木上的人的时候 我才体会到父亲 所有他美丽的动人的都在我的生命里面 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 所以那一刻的时候 我心中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祈祷 我说爸 我今天你离开的人世间 我才知道你给我了至圣美丽的人性 而我一直没有看到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我要把你给我的美善给活出来 让别人看到我的时候 知道我就是你的孩子 就认识我就是你的孩子 这一个功课 我表达了一个圣神的工作 那一刻面对死亡的时候 圣神开启了我的灵魂 看到了我自身最美的部分 原来我忘记了 我重新找回了我灵性的生命 我不再只是为赚钱而努力 因为我的父亲从来不把钱放在第一 他永远把爱放在第一 但是我开始我的生命 永远把钱放在第一 而忘记了我父亲 他最美的地方就是那一份爱 而不是重视金钱 所以那一刻面对他死亡的时候 我才赫然醒悟这件事情 所以我这一个报告一放进去 你知道我拿几分 我拿98分 接近满分 圣神就是如此 圣神启动的就是你爱的觉悟 爱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教会很重要 我们信仰很重要 一定要拥有圣神来充满你 你才可能有爱的能力 爱的醒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最后一个问题 圣神来了 但是圣神现在在哪里 圣神来了 第一个一定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找到圣神 在我们在门徒们的身上找到圣神 不然没有圣神的门徒 是不可能走出去为天主的爱而做见证 耶稣基督没有圣神 他不会牺牲自己的性命来见证天主 门徒不会见证耶稣基督 现在我要问大家 圣神现在在哪里 答案就是应该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的心中 包括神父 现在圣神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有圣神的我们 神父再次提醒你 我们有爱的能力 所以让我们开启圣神的动力 开启圣神的动力是什么 弟兄姐妹们 不要以为你们来教堂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你们读经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你们祈祷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你们参加弟兄姐妹的活动 是浪费时间 因为你们参加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圣事 就是让圣神进入你们的灵魂 你不做这个事情 你的灵魂只有世界的熟世的东西 所以只有你们进入耶稣基督留给你们的圣事 来参加弥撒 因为弥撒是圣神进入到您的心房的管道 祈祷 圣言 你才可以领受圣神 才可以启动你心中的圣神 所以教会就是喂养你们灵魂的地方 所以教会才有这一切的圣事来陪伴着我们 不要觉得浪费时间 父母亲 不要觉得带孩子们浪费时间 我们年轻的朋友 不要觉得我来服务是浪费时间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一边 天主就会对你有工作 天主会慢慢的把圣神放进去你的心中 有一天圣神就会开启 你会觉得 你的能力比没有圣神的人来得更有能力 不要觉得神父是骗你 神父就是这个样子领受圣神能力的那一位 所以记得 圣神一定要进入你的灵魂 我们一起祈祷 让每个人都充满圣神 让教会都充满圣神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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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